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发布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主要数据 从各项核心指标来看 我国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开局良好 经初步核算 今年一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296,299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5.3% 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11,538亿元 同比增长3.3% 第二产业增加10万9,846亿元 增长6.0% 第三产业增加值17万4,915亿元 增长5.0%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韵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 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3% 这个数据既符合实际又有良好支撑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韵表示 GDP同比增长5.3%是符合实际的 从核算的角度看 主要还是工业回升 服务业向好共同带动的 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 比去年同期和四季度都有明显回升 初步测算 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7.3% 拉动了将近两个点的GDP增长 从服务业看 一季度服务业保持较好发展态势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5.7% 工业和服务业两个方面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90% 同时 GDP同比增长5.3%还是有支撑的 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4.5% 扣除商品物价后实际增长5.9% 商品零售额和服务零售额加在一起增长4.7% 出口增长5% 三大需求指标跟GDP的增长是相匹配的 此外 食物量指标的增长情况也与GDP增长相匹配 一季度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9.6% 货运量同比增长5.3% 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6.1% 三月末 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8.3% 盛来运今天表示 从长远来看 经济持续向好 总需求再回升 居民物价有望温和回升 在谈到一季度居民物价的走势时 盛来运介绍 三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0.1% 比上个月涨幅回落0.6个百分点 主要是因为春节过后 价格季节性回落 食品价格 旅游等服务类价格明显回落 但总体上 从季度来看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运行总体平稳 扣掉能源和食品价格以后 核心CPI指数是0.7% 与去年四季度基本持平 从CPI指数本身来讲 去年四季度大家知道是 有几个月是CPI是负的 四季度的平均的CPI是负的0.3% 而今年一季度的是 CPI的平均是0 是趋于去年持平 从环比角度来看 今年的一季度比去年的四季度的环比 还是提升了0.3个百分点 这跟经济挥稳向好的 这样一个运行态势是一致的 盛来运表示 从未来走势看 居民物价会在低位缓慢回升 一方面是经济持续向好 总需求在回升 对支撑CPI回升 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面因素 另外部分农产品价格 也到了价格调整拐点 比如生猪价格 还有接下来的假日消费 包括五一节等 还会继续带动旅游 相关出行类消费价格回暖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盛来运今天还介绍 在多种因素影响下 一季度工业恢复较好 从后市发展来看 工业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 还会继续保持 盛来运介绍 一季度工业恢复较好 首先是受到了政策的推动 企业发展的信心在增强 3月份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是50.8% 比上个月提升1.7个百分点 其中大中小企业的 PMI指数都位于 50%的临界值以上 同时一季度内外需 都有回暖的积极变化 一季度出口比预期要好 工业品出口交货值 今年一季度是正的0.8% 比去年四季度回升了 三个百分点 从内需看 今年一季度消费品增加值 同比增长4.2% 回升了四个百分点以上 此外 工业回暖还跟近期一些政策的推动有关 中央出台了说大规模的设备更新改造 和消费品已旧换新的这个政策 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企业信心 它主要是一些企业就是可以提前排产 还有一个呢 是一个企业比较好的 回升的比较好的一个原因 是跟新动人的持续培育 带动有关 胜来运表示 从后市来看 由于支撑工业回升向好的几个原因 在今后一个时期继续发挥作用 所以综合判断 工业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 会得以继续保持 感谢观看